冠江车高速逆向冲下来宛如吞人喊笑 整排车子更堆叠成车塔 现场哀哄片也 不过发生撞击画面前几秒钟 副驾驶座早就车门大开 还有人悬吊在外头 他就是在刹车失灵当下跳车的 冠江车的副驾驶姜金水 因为我坐着 就马上就会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很快这样子 然后就不了解 逃过一节的姜金水 一开始公称当时在睡觉 醒来就撞上了 在交通分队又说 有听到驾驶喊没刹车了 询问他为何要跳车 二度遭警方约谈 他又改口说是要拿木头挡车 说辞反复不一 但管制时间当下 逛江车怎么会出现 警方调查 疑似是为了要省九百元的罚单 因为士林通往仰德大道 上午七点到九点 禁止大客车通行 驾驶从淡水出发 绕道从阳头公路接仰德大道 要去永公路的工地 却在仰德大道上刹车失灵 一路冲撞 驾驶软轻贵当时 蒙踩刹车又拉手刹车 发现一点作用也没有 赶紧大喊刹车失灵了 车子停不下来 坐在副驾驶 坐门边的姜金水 赶紧开车门逃命 但这场劫难在出车前够仔细 其实可以避免 一般大货车使用的气压 鼓煞式刹车 一旦气筒压力不足 或是气管破裂 刹车会瞬间失灵 平时萨坡会使用降挡跟点刹 而像这种紧急状况 如果降挡拉手刹车没用 最下车就是自撞山壁 或是将轮胎驶入水沟 当时明明一旁就是 有路登陆树的 阳明山国草围长 驾驶却没有选择撞击减速 反而连撞二十多辆车 辆成严重死伤 也让附近住户内心 留下难以抹灭的阴影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